弟兄姊妹平安 我昨天有提到我是属于老一派的传道人 并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年纪也相对的大 但是老一派的传道人呢 就是不太用PowerPoint 主要是在跟你们分享 上帝是怎么跟我们有互动 老一派的传道人有一个麻烦 讲道的时间也比较长 不太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需要 他们的需要就是20分钟的信息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fast food 所以只好慢慢的蹲慢慢的煮 现在是9点15分 我只有一个小时 对我来说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一面用祷告的心 然后我来跟你们分享 有些的观念会比较辛苦 如果你能够快一点过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多讲 如果我看你的眼神流露出不太懂的表情 我就只好再解释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神的恩典 还有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 是准备逃亡的吗 就是说怕一紧张就要往外跑这样 如果不然的话呢 请你们慢慢慢慢往前面坐 这样我不用用很大的力气去推 我只要推到这边就行了 有时候我太太说 你讲到也不过就几百人 你怎么讲到好像像几万人呢 就是因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感受到一样的力道 如果你们坐得太远 对我来说有点压力 不过我们第一次见面 所以你不是很了解我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就会适应 希望我们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有点点认识 让我们可以彼此的一起学习 这一次我们退休会的主题是 合一使命门徒 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什么是合一 那就是在教会里面 今天早上和晚上的三堂信息 我预备跟各位讲使命 明天早上有两堂 重点就在门徒的上面 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 换句话说将来天国怎么样 我们在地上稍微能够体会一点点的地方 是在教会 今天在地上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互动 稍微了解天上教会 天上天国应该怎么样 可惜 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感觉不到这么多 反而因着教会 让我们对天国失去了很大的兴趣 其实教会最美的地方 我昨天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的合一性Unity 跟我们的多样性 或者差异性Diversity Diversity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差距 那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 就是我有的你没有 你有的我没有 所以我们适合在一起 这个我有的你没有 你有的我没有 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恩赐 神升上高天的时候 辱略的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所以既然给了你就不需要给我 因为你会分给我 既然给了我就不需要给你 我就会分给你 这个是上帝一个很美好的创造跟计划 可惜到了我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身上 我们就以为恩赐是给我的 可是我们有一点误会 我告诉你恩赐只用在别人身上 从来不用在自己身上的 圣经上讲到只有一个恩赐 稍稍的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那个就是方言的恩赐 除了方言的恩赐以外 你都是拿来用在别人身上的 没有办法用在自己身上 当你的手痒的时候 你怎么抓痒呢 用另外一个手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抓痒 你抓不到 因为你的恩赐是用来服侍别人的 没有一个恩赐是服侍自己的 有的时候听众就会跟我说 所以长老 你讲道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知道那是神的恩赐 不是我的 所以我分给你 但是我自己不能用 我从来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讲道当中得着帮助 所以我从来不看自己的录像带 我也不听自己的录音带 我听了以后全身鸡皮疙瘩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信息怎么能帮助别人 但这就是神奇怪的地方 神用我的恩赐来造就你 用你的恩赐来造就我 我对很多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做 只要有旁边有人 我就尽量依靠他 因为神没有把这么多东西给我 有一次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跟我聊天 聊到后来他们发现很多事我不会的时候 他们好高兴 他们说你长老我们以为你什么都会 你看不了解圣经 不了解教会的真理 当你会一个东西的时候 神同时就不让你会这么多 这样你就可以专心的把神所给你的和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缘故 恩赐从来不是为自己拥有 而是为别人拥有的 恩赐是神借放在我们这一边的 解放就表示有一天 如果我们一直不用 他就收回 我最近传福音给两个人 那两个人都六十多岁了 两个人都是在世界上很有成就的 一个是很有钱 一个是很有名的医生 他们信了主之后 我带他们查经 他们两个就有一天请我吃饭 然后就很忧伤的跟我说 说你长老上帝不是太公平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十几岁就已经信了耶稣 所以你领受上帝这么大的恩典 可是我们却六十几岁才信耶稣 我就跟他说 不 我们在地上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一回事 是神得着我们之后 要我们去服侍别人 他说那我们现在剩下了这么 没有多少年的生命 我们怎么服侍别人呢 因为我们对圣经也不熟 我们这个也不会 我们那个也不会 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大的问题 我说你只要知道这一声音就够了 那就是你是为神而活的 你所拥有的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如果你所拥有的你自己 你不用在别人身上 神就收回嘛 因为本来给你的目的就是给别人 你又不给别人 放到你那边做什么 撒旦因为这个缘故 神就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把他已经给他的收回来 分给我们这些人 后来那两个弟兄就跟我说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就跟那个有钱人说 神要给你赚这么多的钱 就是要你把钱分给别人 难怪那个少年的官 要悠悠愁愁的走了 对吗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早上跟路长老在一起吃早饭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我说主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两天的祷告是 你们教会的所有重要同工都在这里 如果你们明白教会是什么 你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在这里稍稍体会天国的样子 另外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那我能做什么呢 他是个心脏科医师 我说那你能做的更多了 因为神 注意听啊 只用我们最后一段 我再说一遍 神只用我们最后一段 当然这个讲法是属于西伯来士的讲法 西伯来士的讲法 不是说神不用我们前面的那些时间 而是神用我们最后那一段的比例 大到一个地步 前面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讲道 我跟神的祷告是 我六十岁以后能够讲几篇好道 这就是你恩待我了 我六十几岁以后能够讲几篇好的信息 就是你给我恩赐的目的了 这并不代表我过去讲道不重要不是 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最重要 我们一直装备一直装备一直装备到最后最重要 那那个医生说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传福音比我传福音容易多了 他说怎么会呢 我圣经也不熟 我福音也不会讲 甚至他们问我问题我都答不出来 我说你知道我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先看我 你是个传道人 你是个牧师 你是个长老 你当然三聚不离本行嘛 而且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嘛 你当然传福音嘛 你除了这个你也不会 对不对 所以我在传福音比别人更困难 可是我说你做一个医生多简单啊 传福音 因为他是个心脏科医师 他所看的人都是随时会毙命的 他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让那个人赶快相信耶稣 对吗 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 他是一个外科的医生 很有名 每次那个医生最后寻房的时候 那个病人都很紧张嘛 是带窄的羔羊 等一下推进去就要开刀了嘛 对不对 那他每次去寻房的时候呢 就带着那个帽子戴着口罩 就走到那边看那个病人 那那个病人就跟医生说 医生拜托你啦 你知道 那个医生怎么说吗 他说哦 你拜托我也没有用 那吓死病人对不对 他说你拜托我也没有用 因为等一下呢 你那个 你们知道那个 现在很麻醉很厉害 现在麻醉很厉害 一种是用这样子的 一种是用打针的嘛 点滴都打着嘛 然后那个护士小姐就会过来说 好啦 你放松 马上你醒来的时候呢 我们你就是一条好汉啦 无论你开什么刀 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然后他就不跟你讲话 就把针打进去 他就说你还好吗 来我再跟你讲几句话 你就咚就没有了 因为他把药打进去 你立刻就昏过去了 因为他麻醉你嘛 他麻醉你 或是用那个 他就说来看看 看你呼吸吸管好不好 来吸吸看 你就没了 等你醒来的时候 已经开刀过了 已经在恢复室了嘛 所以他们就说 医生等一下 拜托你了 万事拜托 请你要救我的命 那医生就说 你拜托我没有用 因为等一下 你麻醉了之后 我还要拜托另外一个人 那个病人就说 啊 不是你帮我开刀的吗 他说是我帮你开刀 不过我要拜托一个人帮忙 他说这样好了 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拜托谁 与其我帮你拜托 不如你自己拜托 那那个人说 谁啊 他说如果你愿意 我们来拜托那位 创造生命的主 我们来祷告 你知道有多少病人 在这个时候 毫无招架的余力 你就祷告吧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那个医生很可爱 很可爱 有一天 他帮我检查身体 他叫我到别的医生去 他突然跑过来 来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坐下来 他就跟那个病人说说 来我找了一个 这个也是个病人 所以我是病人 他跟你讲一讲 他的生命怎么改变的 他就告诉我说 You have five minutes 因为这个人马上进去 要做重大手术了 讲完了 我就带他信耶稣了 五分钟 我就跟那个心脏科医师说 我说现在才是你 有意义要活着的时候 上帝用了六十年装备你 就是为了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 让我们来服侍别人 可惜 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 我看到 最阻碍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原因 竟然是我们基督徒的表现 我们个人生命 所带给别人的那种负面的影响 以及教会互动的模式 让我们教会的福音传扬 受到很大的阻碍 这是有关于我们昨天讲的 和一 因为和一会带来教会被看见 当然了我也可以说 不和一也带来教会被看见 对吗 只是看见什么而已嘛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堂 第二堂 我要来跟你们讲使命的领受 第二堂第三堂 今天早上我要来分享如何建造我们这个人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被建造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我发现 很多人喜欢建造别人 很少人愿意建造自己 什么建造别人呢 就跟别人说你这样讲话不妥当 没有基督徒的样式 你应该那样讲话 这叫做建造别人 基督徒很喜欢建造别人 不喜欢建造自己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会被别人建造 除非他愿意被建造 我不是跟你们讲我常常替别人证婚吗 我都证婚一百五十对了 最后的一次婚前辅导 我最近才做一个婚前辅导 我现在已经不太证婚了 因为证婚要花很多的时间 要跟他们做婚前辅导 我最近做一个婚前辅导 是因为那两个人很特别 都是年纪很大的 他们要结婚 那我就跟他们做婚前辅导 因为我想叫别人婚前辅导 也很麻烦 我就自己辅导 然后我最后一次婚前辅导 我一定告诉对方 我说现在请你告诉对方 以及告诉我 你最不能容忍对方的三件事 希望他婚后能够改变 然后我给你几分钟 他们两个就在那边想一想 那我就说现在你们五分钟 安静安静 你们有上过我的课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Q1 对不对 Q1 Q1 他就在那边写 然后 我是very serious 所以他们就 我就来 请弟兄先讲 你最不喜欢他的三件 并且 希望他结婚之后 能够改过来的三件事情 然后我跟姐妹说 你不可以防御 你不可以抵抗 你不可以解释 那是他的心愿 不管他是不是误会你 那是他认为你需要改的部分 你不可以抵抗 他说好 1 2 3 讲完了 我通常看到那个对方 就是一脸就很生气的样子 但是没关系 我说弟兄先讲 你不能生气 你也不能抵抗 那是他的期望啊 他也可能误会你的 你不要解释 然后跟那个姐妹说 来你告诉他 然后他也告诉他 然后两个人就坐在那边 有一点点不是太开心 当然也有人很开心 心想说我已经知道 对方对我的期望了 那么我将来就有改的可能性 对吗 我就跟他们说 好了你们都听到了 听到了 第一 既然别人希望你改 你就要想办法 在你有生之年尽量改 第二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弟兄说 你所以期望于他的 然后我告诉那个姐妹说 你所以期望于他的今生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你对他的期望的那一个问题 他只会越老越严重 他偶尔好像改过去了 老了又通通回来 我说你要知道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 你所期望于他的 他没有办法改变 你要有思想准备 台湾话说心理准备 你没有先准备好 你会发觉 婚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我常常跟那些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 他这辈子不会改了 你放心 Exception是 除非他愿意 不然他不会改 他不是不想改 他改不掉 他改不掉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 我们为什么眼睛老是瞪着别人说他不改 他不改 他不改 却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改呢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使命的灵兽 主要重点是放在建造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建造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请你看我们的讲义第二讲 使命的灵兽 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 岂不知 你们的圣子就是圣灵的变化 这圣灵 是从圣而来 主在你们的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实质的人 因为你们是仲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圣子上荣耀神 这里提到我们是仲价买来的 而且我们这个圣子就是圣灵的殿 这个圣子当然是指的有形的圣子 但也是指的这个无形的圣子 并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次退休会当中 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圣灵里面 建造自己 建造自己 靠着圣灵被建造 无论你现在是牧师 你现在是长老 你现在是教会的重要童工 你是刚刚信主的 或许我们当中可能有少数是 还没信耶稣或者还没受气你就跑来了 我真的恭喜你 如果这六堂你好好的学习 靠着圣灵你被建造 可以成为荣耀神的基督徒 我也盼望这次退休会之后 你们回去就在神面前祷告 就在这里祷告 不要等回去再祷告 你说我再一次把我自己奉献给神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人 我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人 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 我们本来是撒旦权势之下的 我们被买回来归向神 他既然为我而死 我就愿意为他而活 这是我们的期望 其次当你自己被建造好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无形的建造神的家 当我讲无形的时候是表示 不是你想要建造神的家 而是当你自己被建造好以后 你的家就被建造了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想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团体 或者我们这个家变得更好 我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信主很早 所以很多的观念很早就想 我当时就想说第一个要不要结婚 后来我发现我没有独身的恩赐 第一次我就决定结婚 决定结婚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既然决定结婚 就要做思想准备 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有个美好的婚姻 后来我发现美好的婚姻 对我而言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丈夫 这是唯一的办法 重点不在于我怎么教我太太做好一个好太太 重点不在于我要怎么样做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变好 重点是我要变好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求我自己必须是一个好的丈夫 她是不是一个好的妻子 也不能取决于我吧 我所能负责任是我选了谁对吗 我选了之后又不能后悔 所以我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丈夫 我常常问我自己说 你这样做对吗 你这样想对吗 我知道你心情 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 没有洗过一件衣服 包括自己的 没有洗过一支碗 包括她所吃的 没有叠过一床棉被 包括她所盖的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她是大小姐 在她的字典里面 没有对不起这三个字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早知道就不能娶她 可是没有想到 可是这是我们不能估算的事情 因为人就是被眼睛蒙蔽 我一看就把她当成白雪公主了 然后就想到自己是白马王子了 就讲到非你不娶 就结婚了 反正结了婚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现在不再讲我好 我在讲这个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以后我决定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丈夫 好丈夫的表现之一就是 我太太做出来的菜每一个我都说好吃 而且把它吃进去 用吃光她所做的菜来表明我喜欢她做的菜 我可以告诉你 我实验的结果最后成功了 我的太太现在烧着一手好菜 她从来不知道她起先的菜是不好吃的 她从头一天就误会她的菜非常好吃 当你把你自己建造好之后你的团体就建造好了 可是你现在想想我们的思考模式 我们总喜欢在组织当中 教会里面想要去改变别人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改变别人 下一堂我会讲 怎么样也有改变别人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你自己总不改变 你怎么样期望别人改变都是多余 因为对方只有一个思想 他就不愿意改变了 你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也是这样啊 所以无论在家庭 无论在教会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自己改变 之后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 十四到十五节 十四到十五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四十五 预备请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学生提摩太的 清楚地告诉他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在这里无论是神的家或者是教会 都不是指着有形体的教堂 昨天我已经说了 乃是指着我们这些 组成这个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女 神的家神的教会 都是指着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在一起的集合 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有说 当怎样行 他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可见在教会当中 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有应当做跟不应当做的事 我们有应当做跟不应当做的事 当然负责教会的长老 负责教会的牧师 他应该带领弟兄姐妹去做应当做的事 也帮助弟兄姐妹不要去做不应当做的事 那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是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而言 我们是透过建造自己来建造教会 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嘛 当我们被建造 或者我们自己建造自己 或者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一改变 我们的家就改变 你永远不要期望别人先改变 在一个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不改变 教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当我们渐渐改变的时候 教会会变成渐渐没有玷污 没有皱纹等类的病 可以献给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 无论这个教会过去发生过什么事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教会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在一条正轨上面走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事 你如果认为这个地方不够好 你要去找一个很好的教会 我可以告诉你地上没有这种教会 就算有你更不应该去了 因为人家好好的 你干嘛去破坏人家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还是我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应该被改变 被神改变 到有一天 我们不必去告诉别人 别人就被影响 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 请看讲义 我要来讲 个人灵命跟教会成长的事情 个人灵命跟教会成长 都涉及两件事 请你写下来 使命跟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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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自从彼得多拉克他们建立了所谓的管理学以后 就一直讲使命是什么 异象是什么 可是这两个词我告诉你根本不是创新的用语 这两个词出自于圣经 只是现在发现而已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当我们今天使用使命跟异象的时候 不仅在教会 在其他的公司组织 在政府组织 非盈利机构 甚至个人自我的管理上面 都已经普遍使用使命跟异象这个概念 但一般的公司或政府 他们不用异象 Vision他们不翻成异象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翻 愿景是不是 也是这个愿景啊 因为台湾翻成愿景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翻 也是翻愿景啊 那可能说明从中国大陆先翻出来也不一定 Anyway我们华文 华人中文用愿景 可是愿景跟我们基督教讲的Vision 异象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这一堂要讲使命 下一堂等下休息以后我要讲异象 这两个如果你清楚了 我们生命个人灵命就会成长 而那个成长不仅是生命的基础成长 而且会长出一个上帝要我们长出来的样子 使命跟异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异象 你看异象这个词的自根 你就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视觉性的 它是视觉性的 它是描写性的 它是图画式的 它是影片式的 是比较抽象的存在个人的感觉 是feeling里面 你感觉 你感觉 你知道感觉跟理智是两回事 理智是理智 感觉是感觉 理智要这样 感觉却不这样 有没有 我感觉这样 可是我的理智不通过 所以理智跟感觉是不一样的 存在理智里面的是使命 存在感觉里面的是异象 使命是用语言或文字可以表达清楚的 是项目式的 条列式的 从圣经来看 一个先有异象的人 会因他的异象带来使命 先有异象的人 会因为他的异象带来使命 保罗有大马色的异象 对不对 后来就带来他传福音 一生服侍的使命 使命也有可能因为有了异象就鲜活化 比如彼得因为在约帕的西门家里 得到了传福音给非犹太人的异象 他一生的使命是确定的 是传福音 可是因着这个异象就鲜活了他的使命 也扩张了他使命的范围 那今天我们先看 约翰福音第21章 也是我们前几天的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21章 下一堂我们要从使徒行传来看异象 我们今天先看使命 我盼望透过使命和异象的分享 我们能够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了解 现在请你翻开 圣经 约翰福音第21章 约翰福音第21章 虽然经文很长 可是我要请你一起念 因为念圣经 说不定比我讲道还重要 当我们在念的时候 你突然就明白了 也不需要我讲太多 当我们在读的时候 按我们前两天的教导 你读完了这一段圣经 请问你人应该在哪里 在提比利亚海边 当我们编读的时候 你的思绪跟你这个人 就要从洛杉矶慢慢离开 一直到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加利利那个地方 然后到提比利亚海边 盼望我们都站在提比利亚海边 看耶稣和门徒 他们的互动 来读一节 一直到二十二节 我读一节 请你读二十二节 我们读了 你就开始过去 一直到我们读完了 你就站在那边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1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 记在下面 西文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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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彼得说 世主那时 西文彼得 赤着神子 一听见世主 就树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西文彼得 就去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一共153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好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记载了主耶稣 基督在复活以后和门徒 约在加利利见面 他们就去了 没想到到那边 他们等了几天 耶稣并没有到 彼得就沉不住气 你知道他就是个沉不住气的人 他就说我打鱼去 他们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那一天他们就去打鱼 那一夜他们就去打鱼 打了很久以后 到天亮 竟然连一条鱼都没有打到 那一天主耶稣在岸上 已经为他们烧好了 预备好了炭火 然后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我们没有 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一撒下往去就发现 鱼很多 约翰立刻说是主 彼得一看见是主 突然想起来 对他是主 他就赶快游回岸上 然后把鱼跟船弄上来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他们吃早餐之后 耶稣就问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三次彼得都回答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之后彼得回答完了之后 觉得心有不甘 对不对 回头一看看见约翰在那边 就说那这个人怎么样呢 耶稣说 Not your business 与你什么关系呢 你跟从我吧 这就是那段故事的内容 从这段记载当中 我们要来看看 跟使命有关的四件事 第一个请你写下来 缺乏使命的人 缺乏使命的人 会全心全意 关注眼前的事 眼前的事 或者今生的事 缺乏使命的人 会全心全意 关注眼前或今生的事 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约翰选择了记载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他有他的背景 我们现在不处理这个背景的问题 但这一个故事的记载 或者历史的记载 却让我们知道使命有多么重要 其实彼得不能说 他对耶稣不认识 他真的认识 因为耶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 就告诉他们我是弥赛亚 虽然他们不是很相信 他也带他们去报好消息 给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 他也带他们去赶鬼去医病 他也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并且让穷人得到福音 甚至他们都亲眼看见 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 叫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出来了 他们也看到 叫拿因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 弟兄姐妹照理彼得 就应该要知道 他们一生要做的是什么事 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 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以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不 我们并不知道的 如同彼得一样 他必须要经过另外一件事情 他才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而当一个人不清楚使命的时候 自然就会关切眼前的事情嘛 弟兄姐妹我问你 眼前有没有很多的事你需要去关切啊 做一个学生要不要关切读书的事 你我都做过学生 那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读了很多书的人 无论你是从乡下农村出来的 一直打到省城对不对 还要打到中央 还要打到出国 当然现在从国内出来的人 很多是不会很会读书也出的来了 二三十年前你们没有很有能力是出不来的 我二三十年前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 你知道出来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台 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大的 出来一个那个短小精干你知道吗 像个斗牛犬一样 出来都是这样子 走路这样子 他无论从农村出来 从城市出来 他如果没有打到北京是出不来的 那个时候没有自费留学这个事情 只有公费留学这个事情 要经过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 确定你是有能力的人来出来 请问做一个学生而言 哪有什么是比读书更重要呢 他的眼前就是读书 吃饭是为了读书 睡觉是为了对啊 你连这个答不出来 我怀疑你是用钱出来的 当然了现在很多学生不是如此 他的眼前只有game 上网交朋友FB 当我们毕业以后进到社会 做人做事是最重要的事情 又要能做人又要能做事 哪有事情比做人做事更重要呢 所以我们吃饭是为了做人做事 睡觉是为了做人做事 这个很正常嘛 到了适婚年龄我们必须结婚 所以寻找配偶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 甚至我们可以忽略很多的事情 就是不能不张开眼睛 找一个一生失守并施打的对象 结了婚以后我们又要成家又要立业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眼前或今生的事 如果你有儿女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有时候结婚的时候 两夫妻一副天下都是我的的感觉 我就知道 我就心里想说你孩子还没生呢 你生了你就知道你是他的奴隶 你看那些FB 只要生了孩子的一天到晚扑他的孩子 他以前的事业呢 他以前的那个什么呢 都不重要了 有了孩子有了一切 这个也是眼前的事 这个也是今生的事 我再次说我没有说不重要 我只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都很重要 我们必须承认教养儿女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年龄 按照我们的环境 按照外面给我们的要求以及刺激 我们忙碌眼前跟今生的事都来不及嘛 你知道吗 That's why 当我们退休以后 当我们老了以后 我们不知道怎么活的 我们下面不知道要怎么活了 因为我们眼前跟今生都没有重要的事情了 以前那个为了什么而吃 为了什么而睡的那个什么已经没有了 所以就活着不知道怎么办 很多这样子的人 其实我们很难说这样是不对的 一个人除非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否则别人要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 别人不要什么 我们就不要什么 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很会读书 我小学全校第一名毕业 中学全校第一名毕业 我考高中的时候考了一个大滑铁路 我还是考进全台湾最好的高中 而且比最低分还多了三十几分 然后我考大学又是一个滑铁路 还是考进台大最好的地方去 我成绩非常的好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 一窝蜂的就一定要出国 你知道我是很少数留在台湾的 我们那个年代能出国的都出国 这就是台湾肌若不振的原因 因为能力强的都出国了 只留下我们几个后方看守的 大家都一窝蜂的读那些书 我告诉你 那些人出去读书 那些人做这些不是他的喜欢 大部分出于他的父母出于社会 对于大家就是大家的期待 因此没有自己的目标 就去做别人叫他做的事 老师叫他做的事 父母叫他做的事 学生时代如此 其实一个人成家立业后还是如此啊 请问What is your American dream 你的美国梦是什么 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我知道如果你很诚实 你会很痛苦 就你的美国梦是什么 你的美国梦是什么 社会上告诉我们有钱多好 你可以租个大房子 你可以开个好车子 让你开着Toyota 同事从远方开过来 开一个Mercedes Benz 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搞到 Mercedes Benz的时候 他开了一个Maserati进来 等你把Maserati弄到的时候呢 他开个蓝宝间你进来了 你就会永远被这些事情弄的 不知道怎么办 我结婚很多年以后 我有点很高兴地跑去告诉我妻子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存款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传道人 我差不多快要到40岁的时候 我手上有一点点钱 我就跑去跟我太太说 我们银行里面有7万台币 1万多人民币 我跟我太太说 我们有7万台币 你知道我太太怎么说吗 我们同班同学 因为我跟我太太 两个是同班同学 她说我们同班同学 后面你那个存款 还有两个零 三个零的人 都没像你那么高兴 当我还没有车子的时候 我的车子是 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爸爸就说 有的孩子 你有时候坐车不方便 买个小车给你 我爸爸买个小车给我 是当时最便宜的车 台湾最便宜的 四个轮子的车子 我的同学已经拥有三辆车 一辆 Mercedes-Benz 一辆Volvo 另外一辆是什么车我忘了 他是随着心情以及衣服的颜色 决定开哪一辆车 如果你不是有自己的目标 我请问你 你怎么可能不整日忙碌在眼前 或今生的事呢 你必须 因为没有东西比这更重要了 所以对彼得而言 他虽然认识主已经三年了 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他亲眼看到了复活的耶稣 可是第三节彼得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 这里记载了彼得和那些门徒一起去打鱼 看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那特别你是好基督徒啊 特别你是读圣经的基督徒啊 特别你是个讲员 你是个查经的老师 你要带领他们的时候 你就会说彼得太好笑了 怎么会重操就业 看见复活的主还去重操就业 他们到底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 他们怎么可能会回到老本行里面去呢 是 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搞清楚 可是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 准确的说是他还没有领受到清楚的使命 一个没有领受清楚使命的人 一个不知道自己清楚自己使命的人 全心全意关注于眼前今生的事是很正常的 是很正常的 因为人总要活着有个目的嘛 对吧 你没有目的你怎么活着呢 既然没有清楚的使命 我们当然先做眼前需要做的事啊 对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做眼前要做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为什么这个人信主这么久 他的表现还这么样子呢 或者我们说为什么我这个基督徒 我的价值观 会这么受到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呢 我想最主要的是 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得救之后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也不要问说得救的基督徒请举手 大概大部分都是 可是我如果问你说得救的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有一点点退后 你说使命是什么 但是我们做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我们继续吃饭继续工作继续家庭 这些都是对的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有个重心 你知道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如果你知道重心在哪里的做法 跟重心不一样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可以跟江弟兄 江弟兄 因为我被那个梅那个字搞的 我每次叫他梅弟兄 江弟兄 如果我说我们两个把这个桌子搬一下 桌子搬一下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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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在哪里就容易搬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重心在哪里就不容易搬 对吗 你们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如果我们要推动这个桌子 你一定要推你要看好了 如果你用一根指头就能推动的 你用一根指头就能推动这个桌子的 你要找到重心在那个点上面就推了 它就会动 看到吗 可是如果你没有 可是如果你没有 可是如果你没有推到重心 你这样一推它就倒了 或者一推它就转了 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他都在空转呢 因为他不知道他生命的重心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的重心是什么 如果不知道我们的重心是什么 难怪我们忙忙碌碌 急急盈盈到死的时候说 我怎么会活到现在呢 到底什么意义呢 我为什么而活着呢 那到底领受使命跟什么最有关系 领受使命跟什么最有关系 在我们讲一个人领受使命之前 我要问的事情是使命的领受跟什么最有关系 刚才我们读了15到17节 对不对 我再念一遍 时间一直在走 有点压力 不过圣经还是要念 15到17节我念 请你注意听 他们吃完了早饭 当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是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在这里很多人花时间在想 耶稣为什么这样问话呢 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 你喂养我的羊呢 因为搞了个半天 还是叫他喂养他的羊嘛 对不对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结论是你喂养我的羊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一个人会想做什么 我们一个人致力于做哪一件事情 最要紧的就是爱 请你写下来 爱 与使命之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 是爱 亲爱的基督徒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盟主拯救同盟天招的弟兄姐妹 与我们使命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 是爱 爱可以让一个父母整夜不睡觉的照顾他的孩子 爱可以让父母甚至冲进火窟里面 把他的儿女抢救出来 爱可以让一个人牺牲生命 为了他所爱的人 爱可以为一个人持续 可以让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受苦 只是为了满足他所爱的人或神 这就是为什么 一对谈恋爱的男女 爱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 你有没有发现 结了婚以后打的死去活来 因为没有爱了 爱是一切事情的动力 很多人以为完成使命是出于责任感 也有人以为完成目标是基于一个人的毅力 另外有些人会认为工作不能完成 在于没有精细的计算 但从主耶稣问彼得的话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与个人使命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 是爱 包括你的工作在内 包括你的工作在内 我问你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如果你喜欢只是因为钱很难持续 你会为那个钱拼命拼命拼命 你一个月赚五万美金 一个月不是一年 一个月赚五万美金 跟一个月赚五十万美金差很多你知道吗 可是一个月赚五百万美金 跟一个月赚五千万美金就差不太多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遍 你们没懂 一个人一个月赚五万美金 跟赚五十万美金差得多不多 很多嘛 你一个月赚五万跟一个月赚五十万美金差很多 可是当一个人一个月赚五百万美金 跟他一个月赚五千万美金差得多不多 不多了 不多了 我从你们的表情就知道 你们没有五百万一个月的工资 你没有 当你有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五百万跟五千万 make no difference 因为你吃也吃不进去 你用也用不进去 我问你 你要睡几张床 十张 每五十分钟换一张 还是你要多大的房子 四百个房间 每天睡一间 你会这样吗 你有毛病啊 所以才会有人把鲸鱼 养在他的鱼缸里面吗 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啊 你们 洛杉矶有这么差吗 我搞不太清楚 你们不知道这世界 有人把鲸鱼 养在他的鱼缸里面吗 我讲的是鲸鱼 不是鲸鱼 对 你们不知道啊 我不要告诉你是谁 你去查查看 有谁把鲸鱼养在鱼缸里面 我告诉你 钱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人 我一点都不跟你开玩笑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是因为你没有足够多的钱 当你有足够多的钱的时候 你就发觉钱不能满足你 钱不能满足你 有一个人跑来找我 他一个月的薪水是一千两百万 对不起 一年的薪水是一千两百万美金 一千两百万 而且他在十年之内都不会变薪水 他拿这个薪水已经拿很多年了 他不会变薪水 他有好的家庭 他的太太跟他关系很好 他有孩子 他的孩子发展很好 他自己年纪比我小一点点而已 他没有山高 他身体好得不得了 他跑来找我 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我请你帮我 他把他的背景讲完之后 我很想说请你帮我 他有什么需要被帮的 一年一千两百万美金的是薪水 你要知道不是做生意 做生意赚的时候赚翻天 赔的时候跳下楼 对不对 他是固定的薪水 一年一千两百万美金 当中有的人请举手 有的话请牧师去跟他募捐 他用不完的 他用不完的 可是他告诉我 他说李长老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义工 给我打打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觉得我对人类没有贡献 我就是会赚钱而已 因为他是个banker 把世界搞得这么乱的就是banker 真的 把世界搞得这么乱就是banker 他们把东西卖来卖去 卖来卖去 不该卖的也拿来卖 包装切割 然后把它卖掉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怎么样会让你一直工作下去 我告诉你 是你喜欢做这个工作 I love it 可以让你不用睡觉 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到底耶稣要彼得表达什么 我告诉你这牵涉什么叫做这些 这些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我们现在不在提比利亚海海边 如果你在提比利亚海海边 你就会知道耶稣说这些是什么 因为这里没有写这些是什么 对不对 可是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时候呢 有理由相信耶稣讲这些的时候 他的手 一定有指的某个方向对不对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不然话来我们试试看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会说什么 可是如果我问你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就有一个对象来 听得懂吗 OK 所以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对这些有不同的看法 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如果耶稣是指的刚才拉上来的时候 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 如果他是这样讲 如果他是这样讲 那么鱼就代表财富 鱼就代表物质 鱼代表西门彼得 会不会爱他所打来的鱼变成了财物 比爱耶稣更深 这是耶稣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 耶稣是问彼得说 你到底比较爱我还比较爱钱 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个话对彼得是很大的侮辱吗 你比较爱我还比较爱钱 彼得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是主的门徒耶 他怎么会爱耶稣 爱钱比爱耶稣还深呢 我问你 彼得有没有可能爱钱超过爱耶稣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 有啊 有啊 耶稣为他上十字架耶 耶稣赦免他的罪耶 耶稣让他看见这么多神迹耶 他竟然爱钱比爱耶稣还多 你说该死不该死 让我问你一下 你会爱钱比爱耶稣更深吗 怎么可能 你不要小看我们在洛杉矶的基督徒吗 怎么可能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也是蒙耶稣拯救 我们因耶稣基督被赦免过犯 我们因耶稣基督可以回到父的面前 我们因耶稣今生得到很多的平安 保护喜乐 我们还因耶稣得到永世的保证 可是当耶稣问我们说 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我们怎么回答 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我自己信主都差不多五十年了 有的时候我都还很难回答 你真的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第二 这些耶稣可能不只是指的鱼 而是指的那盆炭火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有饼有鱼 那是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 如果耶稣指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你爱你日用的饮食 爱自己的需要超过爱我吗 没有日用的饮食我们会饿死 我们会渴死 我们会冷死 如果我们的需要不被满足 很多的器具都不能用 我们会非常的贫乏 甚至当我们连基本的需要都不能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控制 如果是这样 耶稣指的是炭火上面的鱼跟饼 用个白话说 耶稣意思说你爱我超过你日用的饮食吗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对吧 钱还可以命很麻烦 你知道那天他们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 合理的状况是他们下来的时候身心俱疲 是不是 这几天我因为时差 所以呢每一次讲道的时候生龙活虎 今天下午有的要带我出去走走 我就说啊 我再想想 因为我估计我下午回去会昏睡 我每一天跟王牧师回家的时候呢 他一路上跟我讲一些事情 我有听好像没听 因为我上车之后我就眼睛一闭 我就混游向外 然后眼睛偶尔张开一下看一看到哪里了 反正到哪里对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并不住在这里 然后我眼睛就闭一下 然后过一会儿就到家了 如果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大的麻烦 当我们肚子很饿的时候 然后开始耶稣给他们吃早饭 他们肚子饿得要是全部吃完以后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吓得彼得要把刚才吃的都吐出来 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 就已经吃进去了 吃进去才问我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 主啊还给你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出我们爱主吗 第三 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当耶稣说这些指的是那个船 那个打鱼的器具 那些鱼的时候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他指的那些的时候 就是指着他的工作 他的成就 他的能力 他说你爱我跟你爱打鱼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这开玩笑啦 你问彼得这个也是 这个瞧不起彼得嘛 我当然是爱你嘛 当时不是撇下了鱼船 还别了父亲才来跟随你的 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那个励志很容易消磨掉 如果不是每天励志 每天励志很难 彼得已经为了耶稣把船 王 鱼 甚至爸爸都say goodbye 然后跟他去了 后来还为了 赌咒发誓 三次不认耶稣 所以耶稣这一次来 又问他说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爱打鱼呢 我告诉各位打鱼是彼得的专长 彼得很会打鱼的 打鱼使他有成就 打鱼是他的事业 打鱼他技术高超 弟兄姐妹 我们比较爱我们的主 还是爱我们的事业 爱我们的技术比较多 甚至对基督徒而言 这都是很难的选择不是吗 有一天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为主丢下了做大学教授的资格 我爱主 后来我突然觉得 如果主问我说 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喜欢讲道 如果你爱我 然后我说你不要再讲道了 你能吗 如果主对我说你来跟从我 然后你不要被别人认识 你愿意吗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在培养传道人 我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讲道 其实我知道主给我讲道的恩赐 我已经讲了三十几年的道了 可是我现在一年讲道的次数越来越少 不是别人不请我 因为我每一年都把明年要的时间 我要的时间先弄掉 我要的时间全部弄掉的时候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有没有参加华福会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排下去事情了 什么大会我都没办法参加 我要是两年前三年前 答应别人的事情 如果是明年的事 全部都没有的 因为我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培养传道人 我就跟传道人住在一起 我就跟他们一起追求生命 我告诉他们怎么样牧羊群 所以我最重要的工作是陪那些人 而且我跟那些人说 你不要告诉别人 是我在陪你 我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给我使命 我不可能的 谁不喜欢去讲道啊 如果会讲道的话 有一次我到一个几千人的讲道 讲台上面讲 讲下来之后呢 沿路走过去 每个人都是李长老好 李长老好 你觉得舒服不舒服 替我回答嘛 没关系嘛 我又不再说你 可是 如果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怎么回答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有人说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当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 他手上指的是他那群门徒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意思是你爱做老大还是比较爱我 因为你知道彼得是老大 彼得是领袖 比别人的跟随 带给彼得满足 带给彼得名分 带给彼得权力 带给彼得自我的肯定 一个人能力越强 跟随他的人越多 耶稣说你到底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爱别人的跟随 我不知道彼得说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的这句话 他讲出来他知道不知道 可是当我知道耶稣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是很难回答的 不要说第四我做不到 第三我也很难 第二也不容易 第一 好吧算了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爱鱼 多过于爱耶稣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爱鱼和饼 多过于爱耶稣 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些人会爱鱼 过于爱耶稣 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会爱别人的跟随 多过于爱耶稣 但是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 感谢主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当他说我爱你的时候 主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养 所以当主要把一件事情托付给别人的时候 他一定要问那个人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 你爱你的教会 比爱主更深吗 我没有叫你不要爱你的教会 我的意思是 这是希伯来世的问话 我在教你们读经的时候有说 希伯来世的问话是 当两个在比较的时候 一个占99.9 一个占0.1的时候 这0.1叫做省略不计 省略不计 有一个 有一对夫妻去买东西 那太太看中了一个很贵的皮包 那个先生说你要买吗 太太说你爱我你就给我买 天啊 太太先生说很贵 很贵 六位数字 各十百千万十万 十万以上的包 他就跟他说太贵了 太太说那我们一人出一半 太太一想一半还不错 太太说你出前面那一半 我出后面那一半 听得懂吗 你出前面那一半 我出后面那一半 因为它是几十几万 几千几百几十几 它不是个comma吗 对不对 你出前面那一半 我出后面那一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后面那个叫做省略不济 我们如果不是真爱主 我们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到位 求主帮助我们 第三 很快把它讲完 第三 第三比较简单 领受使命应该与 写下来基督复活有关 基督复活有关 这个部分我不多说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说 个人使命的领受 都跟基督复活有关呢 因为当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他一生最大的使命出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其实最大的使命是传福音 是传福音 可是耶稣在这边 却没有说传福音 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成长 并且喂养别人 当基督复活的时候 就把许多人招到神的国度里 或者我们说地上看见的是神的教会 亲爱的基督徒 我们已经信了主 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 你这句话有点怪怪对不对 信了主当然要活着 不然信了主要去死吗 问题是活得越久 失败的可能性越高 对不对 信的那一天就死 哈利路亚 最好是受洗的时候 在里面呛死最好 因为已经得救了嘛 回到神那里去 对不对 不问基督徒 我不问非基督徒 我问你基督徒活着 辛苦不辛苦 你们都不敢讲 凭良心说 你们有没有良心啊 辛苦不辛苦 辛苦 辛苦的不是赚钱 辛苦的不是养家活口 辛苦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辛苦的是神还给我们一个使命 这个才辛苦呢 这个才辛苦呢 如果我只是赚赚钱养养家 我觉得OK 可是如果神要我服侍他 照我这样子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其实你们以后不要再问我 说你睡得好不好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每次都说感谢主 或者还可以 或者正常 因为我一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 Every d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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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night 我每一天都要起来好几次 我就从19岁到现在 我就没有一觉到天亮过 我好可怜啊 可是我40岁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答案 是个美国医学协会 美国医学协 睡眠医学协会的一个院士告诉我 他查了我所有的状况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长老 他说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你是我们研究睡眠的人 所知道的那种最少数的那种人 就是你的睡眠不会改变 你无论怎么睡 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醒来 并不是有呼吸的问题 就是你的体质就是这样 你的体质就是这样会醒来 会一直醒来 我起先很生气 后来很高兴 因为这样我就没有时差的问题了 你听得懂吗 没有时差 因为反正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就没有时差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主 那么本来就很不容易 可是感谢主 因为有爱主 当你一爱 你什么事情都肯做 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基督的复活有关 我们有爱主的时候 OK啦 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你们吃饭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看你们吃饭我也很开心 可是对我而言 吃饭就是个义务 我吃一吃就好了 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在想着讲章 那你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是跟你在一起 我也很乐意跟你在一起讲话 可是等一下因为我的恩赐 或者我的托付 或者我的使命 是要给你的嘛 对吧 你们这些人很没良心 你们有的都不给我 真的 你们有的都不给我 神给你的恩赐 你要给我 我们这里有一个 那个弟兄有恩赐 他这几天每天服侍我 他年纪好像比我大一点 他一天到晚在找我 他怕我没来吃饭 他怕我找不到房间 他帮我拉行李 我说真是有服侍的恩赐 他拉着我的行李 我说我拉我拉 我想说我年纪比你轻 比你壮 对不对 可是他拉起来 看起来他年纪比我轻 比我壮的样子 这叫做有爱 他把他的恩赐拿来服侍我 所以当我在服侍你的时候 我当然在想怎么服侍你嘛 所以吃饭对我而言 OK 活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这几天真的很好心 有的人带我去吃这个 有的人带我去吃这个 我非常感谢 你把你所有的跟我分享 但是我只要是自己吃饭的时间 我就省一点点 因为我要把我的恩赐分享给你 神所给我的要分享给你 这些生命的 这些使命的领受 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从耶稣升天领受 分给我的恩赐 我要跟你共享 我也盼望你跟我共享 你有的恩赐 这就是我们在一起 之所以快乐的原因 最后 使命的领受通常与 写下来他人无关 你要知道这段圣经 最美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当一个人领受了使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Why me 你知道吗 Why me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 所以当彼得领受了这个异象之后 他回头就看见约翰 他就问主说 那这人将来如何 主说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跟从我吧 这也是我在服侍主的路上的时候 我常常问主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牧养自己的教会 只有我要牧养别人的教会呢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生气的 很不高兴的 我最近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 有一个跟我认识40年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的朋友 很爱主意 是我们教会的重要同工 那天我在门口讲完道 我送弟兄姐妹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 他就走过来 我们非常要好 他站在我旁边 他说李健啊 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我说我不是现在在这里吗 他说不是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牧养我们教会 我就跟他讲 我说在过去的这几年 我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不少教会 我说在2020年的时候 估计如果主联名 我可以在欧洲建立十个典范教会 这十个典范教会 每一个国家一个 德国一个 法国一个 英国一个 瑞士一个 这个匈牙利一个 西班牙一个 意大利一个 葡萄牙一个 荷兰一个 还有一个 anyway 十个 十个啦 真的啊 我可以建立十个典范教会 当我讲典范教会 It means 他们有好的牧者 他们有好的团队 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堂 他们有好的弟兄姐妹 我说我可以建立十个典范教会 我其实是要 convince我这个同工 我就说说 你让我去服侍吧 他就跟我说 那我们教会 你要不要把它建立成典范教会呢 你这就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当然在他面前 我不会讲这个话 可是我回去 我就会跟主说 为什么这样呢 你们牵向城关我什么事啊 我为什么要来建立你们教会呢 所以我跟路长老说 我说我盼望这几天 你们的重要同工都在这里 我盼望你们这里有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你们生命得着复兴改变 然后你们这边的整个的教会复兴起来 因为你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啦 然后人家就说 我们要去哪里 因为那个教会有爱 我为什么来建立你们教会呢 我为什么不能像真牧师一样 建立他的教会呢 但这人将来如何与你无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的缘故 使命的领受很重要 但是坏 虽然我偶尔会跟神闹闹小脾气 傻傻娇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真正跟神生气过 因为神给我的使命就这样子 所以我非常爱做这个工作 因为他爱我 所以我就愿意爱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起的学习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你来带领我们 主要巴不得这堂的信息 叫我们的弟兄姐妹 灵里面活过来 因为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乃是你要做什么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乃是你能做什么 所以求你恩待保守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超过的时间通过要还给你们 所以请按照大会的规定往后言 然后最后 后面